大客車沒有啦 連接車沒有啦 大貨車也沒有啦 對不對 你參加台北市啦 參加台北市 看人家怎麼要辦 他每年都有辦 所以我現在給你 那個隔壁來建議一下 我們從今年開始要辦 好 可以嗎 可以,這沒問題 可以 我的時間再交給純本天議員 好,謝謝 林務司長 跟我們高通局長、觀光局長 因為當初 林務司長你是跟林務司長來問答嘛 那第一個是林務司長主動提起說 舊山縣復始你應該有印象啦 當然他也說 借重你在中央高通部的經驗 看這個舊山縣復始能不能早日完成 你的感覺在發佈以前有辦法嗎 沒有 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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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度是怎樣 保障的問題 還是怎樣 今天我說有困難 去貴婦那些 那些拜訪的時候 我們是蠻有信心的啦 對啊 因為 因為 這邊佈期以後 他們還要 高通部有幾個意見 我們現在修正了 如果再佈期下來 要再佈行政 核定以後 才能做啦 副市長 謝謝 我拜託你啦 這個是 攸關我們後裏的觀光產業 所以呢 我剛才說 這個 除了發佈以外 將來還有一個觀光的永久規劃 包括觀光局長呢 之前又特別這樣 走一段 那 舊三線 富時是交通局這邊 和觀光局這邊嘛 所以林務司長 發佈以後 我知道 我們一些設施要繼續留在後裏 那 如果單靠那些的話 有的人去過 他可能不太會去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新的點子 新的idea 陸續出來 包括我剛才說的 舊三線富時 還有自行車道 我們的自行車的這個道路的延伸 觀光局長去看過 我相信這個金額都沒有很多啦 因為這個後裏的產業 包括桑桑 包括花卉 水果 這都後裏的特產 齁 應該在全國都有知名度的 所以呢 剛才 就頂我有問你嘛 你說 後裏不去 買你不要騎過啦齁 不要啦齁 那 陳局長你可不可以騎過買啦 有沒有騎過 沒有啦齁 富時長你沒有 我可以騎買 你可以騎喔 我聽過好 齁 所以呢 既然你對騎過買 那我我希望呢 齁 今天剛才好觀光局 也是在你的轄下之一 齁 那我們也希望呢 就記得